音樂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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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 字幕 曲 詞 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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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樂詞 我當初也是一個動畫師 然後我們那時候開發了很多工具 然後想用這些工具去輔助這個 我們在動畫的工作流程中去加速我們的生產流程 一直到公司大概有將近20人的時候 我必須開始去才認真思考說 到底這間公司最後要走到哪一個方向 想一想 既然我們叫夢想動畫 那不如我們就成立一個大家夢想中的動畫公司 基本上因為夢想中的動畫公司 對我來說它的需求就很簡單 一個是薪資 一個是生活 第二個就是作品 那我希望可以兼具這三塊 去增加越來越多的成員 像我們去年做了幾部電影 然後有得獎的是狂圖 台北電影節的這家特效 然後還有像我們去年有入圍金馬的視覺特效 是虎月天的人生無限公司 還有比較知名的作品 一個是《浩哥宇宙》 那個是比較仿2D的動畫形式的 那當然還有像《星宇航空》 這種歐美系的這種3D角色動畫 那像還有我們 幫華碩做的《Brand Media》 過去這些作品呢 每個作品對我們來說都是 很努力的想把作品推到一個高度 並且我們在嘗試不同的風格 那主要是因為我們公司內部很多是 很資深的動畫師 他們也很有創意 他們想要一直玩不一樣的東西 以團隊來說它就像拼圖 每一塊拼圖都有它的重要性 男人要把這些拼圖拼在一起 而且要放在對的位置 這其實是比較麻煩的 那像我們公司有很多工程師 藝術家 美術設計師啊 動畫師啊等等 其實這些人就是慢慢幫他們組織起來 我們也在學習說 如何讓大家更有效率的工作 那藉由更多的流程或更好的方法 讓大家可以做得越來越順暢這樣 我們碰到的條件都是時間 基本上這個產業的時間 節奏越來越快 以前我們做一部動畫可能是兩個月 現在一部動畫是他們最希望一個月就要完成 那你要在很短時間內把東西做到一個很好的品質 其實我們就要導入很多新的一些技術 包含流程 我們必須要很快速的去 分配工作資源 然後來讓我們的工作可以提升加速 包含像是我們今天需要跟一些國際級的公司合作 我們必須要符合這個國際的資安的政策 我們去解決這些問題才有辦法去接國際的專案 那除此之外呢 其實像動畫師他們有時候會需要很多的 運算的主機同時間去操作 那這些其實在資源分配上一直都是我們所碰見的問題 一開始我們主要大部分都使用G-Force的顯示卡 那些G-Force顯示卡都可以滿足我們所有工作上的需求 以GPU認得來說 RTS它有一個專門的 核心去做光機追蹤的運算 其實這件事情在某些環境場景情況下 大概是比沒有光機追蹤的舊版的顯示卡大概快三倍 就過去來說我不覺得 我在使用Quadro顯示卡之後 工作上會有什麼樣的改變 但是呢隨著我們開始去 嘗試 去跟Media接觸之後 他們就說那借策給我們一張 就是Quadro的顯示卡 然後呢當我拿到顯示卡之後我們就開始做一些 不同的測試啊 我同事就測試說你看 我們用這個傳統遊戲卡 這麼卡 畫面會很延遲 用Quadro顯示卡之後 真的效率就提升很多 然後包括我們在做AI的運算的時候 像我們要畫臉的時候 其實一般的遊戲卡 它的運算的 疊在次數可能才1萬次的時候 Quadro顯示卡可以到10萬次 因為它非常非常吃記憶體 只要這個記憶體在VRAM裡面 它可以快速的交換 其實它預測度都可以很快 然後這時候才發現說那 當我要做一件事情 我可以用更有效率更快的方法去完成的時候 其實那 Quadro顯示卡 我覺得它的價值很重要是在這邊 那在我們有些特殊需求 我們同時有一個新的Team 我們用Unreal做動畫 其實它會大量的要求這顯示卡的VRAM 的記憶體 這時候其實 唯一選擇就是Quadro 那因為Quadro它可以搭記憶體 要搭48G 我不需要在做動畫的當下 我還要一直優化我的場景 我可以基本上 可以一直是 針對畫面美術風格去做一些經濟 那到後面呢 有趣的是我們去測試 遠端虛擬桌面 它簡稱VDI 那 VDI的狀況下 我們就發現說 原來Quadro會頭卡 現在有支援它的GRED的一個技術 GRED其實它裡面包含 VDWS跟VPC 像我們也提到 我現在要全面去讓同事們 用一個外網的 專門上網的機器去上網 其實 這個技術就是Quadro卡 它可以有支援 所以我們就可以直接 把四張顯示卡 我可以同時分配96個人 讓他們用這個顯示卡去上網 而且效率更好 跟用傳統的 CPU的方式去做運作 其實是 有很大的差異 在過去 其實我們要設一個辦公室的話 其實我們來說是很麻煩的 我另外一個辦公室的建設 我要有機房 我要有 資安 我要有IT人員 然後我還有儲存系統 但是因為現在我們 全部可以做遠端工作 我利用這種GRED技術 其實大家全部是 連線遠端到 台北的這辦公室 其實就可以幫助我們在 無論是 新設分佈 或擴點上面 節省非常非常多的 成本跟資源 其實這是 一起拿的關係 我覺得改變了很多 產業在工作的方式 好那 像因為疫情關係 大家開始的時候 在家工作 那 也因為這樣 我們才真的去研究到說 原來GRED VDI 這些技術 其實可以讓你在 遠端在家裡做工作 而且 用起來其實跟本機是一樣的 其實除了這種 人類的疫情以外 它其實也有一個是屬於 電腦的疫情 這種企業防疫 像很多的 駭客啊 病毒等等 這種勒索病毒 我們過去一直想要解決說 我如何讓工作的 工作環境裡面 跟這個內腕網是分開的 那也是後來才發現 原來 跨著顯示卡 它其實有這樣的支援 你可以使用它的這種 GRED技術去做這些 企業防疫 我未來目標其實是希望能夠 慢慢增加我們的 據點 然後在不同據點呢 去跟更多的客戶合作 那在過去其實我們都會想說 我今天 要到不同的地方設定 我要扛一台電腦過去 那其實在未來 這些事情就變得 簡單很多 因為 其實我只要有一個 非常非常小的一個電腦 我直接 甚至我不需要準備任何電腦 帶個筆電過去 我全部都可以隨時 連回這個台灣的設備器上面去工作 那很快速就可以把東西完成 好 那我覺得對於我們在不同地區 裡面去設立分務 來說它會 節省非常多的時間 我們其實公司做了很多事情 我們都是在為未來做準備 那其實我們也做了很多 所謂超限部署 但其實真正我覺得 超限部署的是NVIDIA 因為它都 很早就預期到 你未來會有這些需求 所以都把這些的 解決方案啊 Solution啊 其實都開發好 當然想要改變一些產業的一些 一些痛點 然後去做一些解決方案的時候 就發現原來NVIDIA都已經做好了 我必須說其實 遠端工作這件事情 對於很多公司來說都是適合的 但是他們必須等到 碰到的那天 他們才知道為什麼 因為 在沒有發生事情之前 其實你會覺得我現在的工作的狀態都很好 我為什麼要去 做這些準備 但是一旦 當發生狀況的時候 你才發現 原來這些事情的準備 它是非常重要 當你把這些技術摸熟了 當你現在 在這個工作流程都已經適用過了 當真正發生狀況的時候 你才發現 其實這些事情早一點準備好 你就可以減少更多的損失 製作詞 e���